推币机想必很多人都玩过 往里面塞入一个个游戏币 然后硬币在推币机里缓慢移动 每次看到大量硬币掉落 别提有多开心了 国外小伙去玩推币机 看到推币机里放了一台手机 原来老板为了吸引顾客 故意放进去的 只要投入足够的硬币 手机就会从出币口掉出来 不过可不能作弊 有摄像头一直在监视 不能晃动推币机 只能用正规手段将其取出才行 看到这么大的诱惑 小伙有点动心了 于是买了一些硬币准备试一试 他一个个的将游戏币塞了进去 塞入一个两个 嗯十个 手机在里面还是没怎么动它 不过他并不记内 为了得到里面的手机 他决定买更多的游戏币来试一试 投进去的游戏币 哪怕只能推到手机前进一点点 小伙都非常激动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激动人心的一幕发生了 经过不懈努力 手机终于掉了出来 小伙为此前前后后 花了15分钟 掏了200多个游戏币 这是一台苹果手机 价格在600美元上下 可小伙并没有花多少成本 就得到了它 并将其顺利带走 这下老板可亏大了 好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